在农村吃大喜,有一个习俗,只要你敢上,他就敢吃,卫生不卫生啊,不重要,要的就是这种气氛,我们小区楼下开了一个正宗石头火锅,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才发现,我去,这火锅正宗不正宗我倒不知道,但是,这个石头啊,肯定正宗,这真是高手在民间,行行出状元,就服务员这一顿操作,都给我看惊呆了, 完了,完了,就这以后你没点才艺,你上饭店端盘子都没人用,今天我的卤肉店,刚开张第一天,做了一个活动,先尝后买,你们倒好,尝的人倒不少,买的人啊,一个都没有,我算是完了,这刚失营业第一天啊,都被你们吃倒闭了,哎呀,不是我挑你毛病啊,这犯辣嗓子啊,也就算了,这盆子好歹地刷刷吧,小伙子,刷什么刷? 大爷我啊,就喜欢这颗味儿,啊,好喝